台鐵的祝福達山所率領的團隊 還有我們台鐵網處長經理 還有觀光局林祖密 我們立法院最接觸的初小會議員 俊佳兄各位好朋友 我想今天鐵道一定充滿期待 因為台灣一年有四百多萬人到日本去旅行 那當然期間有非常多人是坐鐵道的旅行 越來越多人希望坐著日本的各式各樣的 不同才會的火車 到各個秘境各個小地方去旅行 台灣人非常多人喜歡做這個事情 當然日本人也非常喜歡來台灣 一年大概一兩百萬人來 那鐵道火車它不只是一個交通運輸的工具 事實上它是整體的觀光產業發展裡頭 一個新型態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希望未來台灣跟日本有更多密切的合作 今天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起步 我們選擇了樹林這個地方 樹林這個 在我們小時候它就是一個火車 經常要經過的地方 到樹林一定要搭乘火車 我想不出有別的交通工具 那是我們小時候的印象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鐵道承載著台灣鐵路發展的重要的歷史的一個小鎮 那在這裡又跟日本的大阪 來自於南坡的南海電鐵有個這麼好的合作 我們透過一個彩繪讓大家共同建政了日本跟台灣 鐵道未來發展在觀光產業上的一個合作的一個契機 非常感謝大家的力量 我們一起為台灣跟日本未來共同合作 在鐵道觀光的這一個方向上 我們共同努力可以創造更好的成績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黃委員 也期盼我們